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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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Ben 歡迎來到本週聊新聞的單元啦 大家好我是佩佩 今天蠻有默契的 好啦那今天我們要聊什麼 今天我們來聊聊你那個最近為什麼那麼黑 你剛調了燈光調很久 但是你這邊還是很暗 因為我最近其實練車練得非常輕快 所以因為我今年要參加比賽 過去呢其實我都一直在逃避 我曾經在大鵬灣的時候有參加過新手賽 但是呢我覺得今年是應該真的要來面對一下 今年呢我應該會參加各式各樣的比賽 我可能會參加TSR的賽隊 賽隊我都講錯了 TSR的夏日祭典 然後呢也會參加TSS 架一戰的K1的耐久賽 我可能也會參加因為上次小江 不是小江啦小三找我跑的時候 欸我個人覺得蠻好玩的 那你這次那裡就要跟誰搭 我也不知道我還在找隊友 所以就再看看 幹嘛就要來跟我是不是 請來電以下電話 你知道我還為了這個跑去查MOTO GP的車手 很誇張 欸你說他們的體脂嗎 沒有任何一個車手是7字頭的 體重70公斤的 包括183公分的 都是7字頭都是60幾公斤 然後他們去那個風吹沙的時候 會不會就這樣 射到70齁 我是覺得75啦 75不然的話會派起來太乾扁 不好看 沒有人在看你乾不乾扁 而且你又不會測試 我需要啊欸那個到時候 卡拉大會司去墾丁 對不對 就很乾扁 不好看 你就都在畫陰影啊 打陰影 好啦 進到本週聊新聞的第三名 本週熱門新聞第三名 黃牌四缸再推出 HONDA四缸500cc引擎研發中 看完這篇新聞呢 其實坦白講 我個人覺得 我的可信度有點低啦 為什麼 應該是說現在法規真的是日益嚴苛 非常多的車廠都在因應 未來這個歐盟67的排氣量 做一些準備 很多這種四缸的車都不見了 變成雙缸來取代 像我們上次報的那HONDA的NT11 NT11它不是又另外改了一個咖啡Racer版本 其實這個就是為了讓它的產品 再繼續延續下去 而且那顆引擎呢 對應環保法規是有很大的空間 但是今天這一篇 它裡面就直接講說 黃牌啊 如果你想要四缸 你不用擔心 因為HONDA這邊 有可能會再推出四缸的500cc的引擎 在研發中 這個我覺得就有點跟我剛才所講的 有點背道而吃 這邊才提到前陣子HONDA 其實因為 日本當地有實施了一個令和二年的法規 在今年呢 4月28號的時候 他們就宣布 HONDA的CB400 Super 4正式的停產 也告訴大家呢 說你再也買不到並列四缸的400cc的引擎 但是呢 最近呢又有消息指出 HONDA最近在為中國市場開發一款500cc的並列四缸引擎 這個 還是中國他們的法規沒有那麼嚴重 我覺得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其實很多國家都是以排泄量為標準 比如說你是400cc 500以內 你可能是用一個標準 但是你超過之後 它給你另外一個放寬的標準 所以呢 今天有可能500cc的這個引擎 就可以巧妙地度過他們當地的法規 值得一提的就是 其實在這個級距 並不只是HONDA有動手腳 有想要佔領這級距啦 其實那Kawasaki也準備推出 Z600RS 這個等於是題外話啦 我想大家應該知道 最近今年馬上引進台灣的重點 就是Kawasaki的Z650RS 復古車型 復古車型的好處就是 你知道它比較不過時 身為一個小排量 小排量的人 對小排量的人 你會想什麼 你會想什麼 你看我幫他做 你知道因為不然有人說什麼 那個女的在旁邊都沒有事情做 還好吧 花瓶在旁邊幹嘛 奇怪 花瓶要夠花 夠花吃嗎 好那你覺得 對啊 我覺得怎樣 傻眼 果然在放空 你跟我講Z900 Z900有RAS的感覺 但是它很過世 所以就除了Z900RS復古車型 另外Z50RS有很RAS的造型 它又很可能過世 所以要出於復古車嗎 就Z600RS Z400這個遊戲的RAS造型 對 所以我現在要講就是 有可能 這個Kawasaki會推出Z400RS版本 那回歸到這個病列4缸500CC 他們又說 他們如果在日本當地推出的話 日媒猜測 這個排氣量可能會縮為400CC 那這個不就跟我們剛剛前面講的打臉了嗎 對不對 前面才講說 CB400要停產 現在又說CB400的 剛剛那500的版本 在日本當地要400推出 那不就還是有病列4缸以前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一篇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它的可信度 其實真的是蠻低的 應該是說它難的點是在法規的部分 即使他們可能這個日本媒體 聽到日本當地有這個開發 有這個研發調整 但是呢 也不一定可以上路使用 對它可能他們在研發 但是不一定真的可以突破法規的那個 你知道那個門檻 這是有難度的 好再來呢 我們再來往下看一下 當然如果今天它真的有望 推出了這個產品 可以符合法規的 並列4缸小排氣量 那我相信它應該會受到非常大的注目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Kazaki Lee S25R 確實推出一個250cc 並列4缸的引擎 壓大出很大的動力 確實對整個市場來說 創造非常大的話題 所以呢 如果今天這個新聞真的成真了 然後這個產品真的在 現在這個嚴苛的法規底下 推出了 我相信它會是一個非常值得收藏的產品 我自己可能都會搜一台啦 直接在這邊你知道 怕壓了 好不好 每一台車你都搜一台 沒有沒有 我告訴你這個四缸真的 你現在搜這一台 它真的可能是這世界最後的一台車 因為之後就是電動車環保車 什麼都不會有四缸了啦 好不好 好 接著呢 本週熱門新聞第二名 新世代電動車 Ducati Moto E在車發表 你知道光這一題喔 我們就可以聊一整集 喔不 這樣很難撿 沒有因為我覺得這種電動車的趨勢 真的是很值得探討 那個很快你知道 我們就必須要面對電動時代的到來 可以麻煩你開一個新的專欄 然後再探討 我真的想開耶 好了大家期待一下 因為我想開一個 我們知道之前的Moto E的比賽 所提供的車輛呢 則是Energy Car所提供 剛好前陣子我們在利寶還試過 所以呢我非常了解 對這車騎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它最大的問題呢 只是它的車重非常重 重量 對當然它的扭力啊 就是那個你知道電動車非常狂暴的扭力 好這個我們就不提 那我們來提提接下來喔 明年這個Moto GP裡面的Moto E 他們換上了Ducati的戰車 那Ducati呢 也確實拿出他們老廠 他們打造車輛的能力 開發了這個Moto E的V21L 那這台車呢 首先我覺得它的外觀 就我覺得非常的Ducati 雖然它的GP廠車 已經長得非常科技 但是呢 現在來到電動的版本 它就多了一些流線跟俐落的感受 先來帶大家看一下它的數據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純電馬達的動力 然後它的電池容量呢 則是18k瓦時 然後呢 最大馬力呢 則是來到110k瓦 大概150匹左右 然後最大扭力呢 140Nm 在懸吊的部分呢 它則是採用 比較偏市售的OLINS系統 這點蠻特殊的啦 前面43Nm的OLINS NPX25 30 倒立石前上 後面呢則是TTX36 重點來了 它的車重225公斤重 所以我告訴你 比energy car還要輕一點 對 energy car的市售版本 我記得好像是260公斤 260公斤 對 但是呢它的場內的比賽車 我記得好像瘦到大概240基左右 但是你要看喔 今天Ducati它就活生生的比它輕了 將近20公斤重 對啊 坦白說如果你要跟市售的 比如說WSBK的那種量產公升級比 它已經非常接近 因為量產公升大概都 控制在200公斤左右的重量 所以呢 它的整體設定池 透過這老廠的手路 調整出來之後 它確實比較貼近於可以競賽 有玩樂性 然後彎中的靈活性又保留下來 但是呢 你知道油一好就是會 你知道有一個缺陷 對因為呢它想要勤忙 它勢必必要在電池上面做減少 續航比較短 對所以它在續航還有車輛的爆發力 可能都會受到影響 那當然呢對於Ducati來說 這是一個重要的盛勢 跨路電動車領域的第一台車 所以呢他們當家的試車手 Peyrol以及Deandris 都有進行嚴格的測試 他們的執行長呢 這邊也發表了一些感言 幾週前我們有一個難得的機會 可以在賽道上試到Ducati Moto E 當我騎上它死 我立刻感受到 我正在處在一個歷史的時刻 目前呢這個世界正在進行 一個複雜的時期 環境持續性的在變化 我們想要維持地球的微妙平衡 身為Ducati的一份子 我們已經抓住了這個需求 為二氧化碳排放共同的目標 做出一點貢獻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了 其實他們對於這台車的重視程度 真的相當重要 這次他們的主要重點 最難的點其實並不是在車架 或者是搖臂或者是車輛的組件 因為其實對於傳統車上來說 已經是很簡單的 難的是電池跟馬達 所以他們在打造這輛車的時候 它整體的打造邏輯完全改變了 它是由馬達跟電池先組合出來 之後再用車架 再用搖臂 再用輪圈這些東西來配合 這一次他們就特別把電池組 以及跟馬達組 利用一個碳纖維的套件把它組成 那這個原理其實在Panigali車上 就已經看過 他們常常會利用引擎本身 當作是車架的一部分 他們在利用打造車架以及腰臂 來組合出今天的這輛車 當然講到電池規格 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 比如說有的是片式的 有的是柱狀的 像Tesla他們還有新的技術 比如說它可以跟它車架長在一起的 特殊成型的 但是這一次在Ducati Moto1上面 他們則是採用傳統的柱狀型的電池 它裡面總共具備1152顆這種柱狀的 21700的柱狀電池 另外在馬達部分 則是只有21公斤重 然後它的最大轉速域 可以來到18000轉 整體的輸出還是非常的優秀 除了它的馬達需要輕 電池需要輕之外 他們還碰到一個非常大的難題 就是熱量的部分 我們知道 其實Gogoro早期的One 像我自己發熱非常嚴重 而且發熱的主要來源是來自於電池 對 所以他們這邊 在於這個整個散熱系統部分 是從零開始打造 跟過去的油車引擎的散熱是完全不同 所以他們這邊有提到 他們用了一個先進的技術 來處理他們的冷卻系統 並用冷卻液的來把它電池的熱度給排出去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其實Ducati這台車 它在你激烈超假之後 回到P區 你就可以快速的進行充電 然後他們標榜 他們的充電時間 45分鐘就可以充0 直接充到80% 所以也表示說這台車 如果你在賽道上面 騎了一陣子 騎到沒電之後 你回來只要短短的45分鐘 充飽之後 你就可以再進行下一節的訓練 當然電池跟馬達能夠受的東西 他們都盡量受了 剩下的則是他們自己最熟悉的 所以他們在車架的部分 在很多鋁合金的元件 碳纖維的元件 都盡量使用最輕最輕的元件 順利的讓它整體的車重 壓到一個覺得比較合理的重量 最終你可以看到老廠 他們的手錄真的不太一樣 他們並不是追求極端的那種 你知道光動力的很大 或者是扭力的很大 因為其實電車我們都知道 它現在左手則是在輕量化 然後反而它的動力還縮小了 比起之前的Energy Car的120k瓦 它直接縮了10k瓦 變成110 150匹左右 但是在這個縮減之後 它換來了更輕的車重 在協調的調整過後 我相信明年MotoE的比賽 應該會更有可看性 纏鬥性會不會很高 對 在彎中 其實他們的測試車手也有發 就是在當時他們有 心得嗎 對 它是說它整體騎起來的感覺 就很像Panigali標準的那種感覺一樣 我覺得這個你看 Apple Watch這麼多代的 它的空間就這麼大 電池技術又沒辦法提升 應該說這個現在全球都碰到瓶頸了 雖然它碰到瓶頸 我們新的Apple Watch 是不是續航變好 對 你看我的Notebook 因為晶片有關係吧 你看我們的Notebook 也沒有變大啊 它電池容量就是那麼大 但是它續航力越來越好 因為晶片有關係吧 對 因為它利用其他的部分 來節省它的電量 而達成它跟過去一樣的實用體驗 回到車子這邊 未必未來 會是在電池上面提升 有可能是在其他部件的提升 來讓這賽車更貼近 於我們現在所騎的這種工程級的跑車 這一集隨便聊聊 非常的長 30分鐘了 怎麼辦 好啦 進到本週聊新聞 第一名 HONDA ADV350 ADV350 ROADSYNC 30.5萬正式發表 HONDA很厲害 像過去的HONDA的FOSA 750 也或者是SADV 兩個版本呢 就切開了一個城市都會的感覺 一個有一點冒險的感覺 下放到小排輛車 FOSA 350 他們今天就推出一個ADV350 就是有點像是SADV 你就多了一點點那種 城市的冒險感覺 FOSA上一次我們NTT前一試的時候 立委就騎那台 我跟你講我們兩個交換期 真的對於那車評價真的是蠻高的 在那個價位裡面 那個車廂 那個我們相機包整三韻 真的是非常輕鬆 輕鬆不少嗎 對 當工作車真的很棒 然後雖然它就是傳統的速可達 但它整體騎乘的舒適度 順暢度都非常的好 好 來到了ADV呢 它一樣的體質 但是它創造出了完全截然不同的一個碗位 它的零線呢 就像當初SADV一樣 明明交交的 對 非常的剛力 然後呢很有這種粗獷的感覺 而且它其實外型都蠻像 車頭啊 然後前面前插到前輪的那個地方 拉的很高 對啊 對 讓它就多了一些爺爺的 爺爺 爺爺的感覺 爺爺 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他們這一次公佈呢 總共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ADV350 然後呢另外一個則是ADV350 RAW SIM版本 那你跟大家解釋 RAW SIM版本就是又是差在哪些地方 其實呢 沒差什麼 就只是差在它的儀表功能有些微的不同 就是多了一個HSVCS功能 啊很好很好 是不是 它就多了一個手機連線藍牙的功能 而且這一句可以一進到底喔 不用看 唉唷好厲害了 了不起 這兩個版本呢 他們開出收獎 標準版的呢 則是30萬5000元 RAW SIM版本呢 則是30萬8000元 差了3000元 是你一直怎麼選 我當然要買RAW SIM版本啊 喔 因為我覺得 連藍牙了喔 對因為我覺得 科技就是未來的趨勢 是 所以假設我 假設我騎了兩年後 要賣的話 應該會比較好賣 OK好 因為我覺得或許啦 現在有些人還用不習慣 對 但是未來就很難講 對啊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東西呢 如果你買了你後悔 你可能也改不回去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 不差這3000塊 坦白講3000塊 沒有我覺得3000很少 對啊 不差這3000塊 我覺得真的就是直接供電 對啊 他開這個價錢就是故意讓人家買那個版本 對啊 好啦那我們還是回歸到他的規格數據 來提一下 他呢 則是搭載330cc的一個 試氣門的單缸引擎 最大馬力呢 29.4匹 在7500轉的時候爆發 最大扭力呢 則是3.3公斤米 在5250轉就爆發 所以他的引擎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非常通勤使用的引擎 低轉就很有力的一個整體設定值 那同時呢 他也搭載了SHTC巡機系統 讓你騎起來有更高的安全性 那他則是採用37星的倒立式前叉 講到行程的部分 他這一次也多了給你所謂的冒險的行程 因為呢 對 上次呢我們才在講 Abrilla 其實他就給差不多120mm左右的行程 對 他這次呢你可以看到 他後面則是125mm 而且還是掛屏式的後臂震 給你給的蠻好的 然後前面呢 則是有130mm 所以呢 我相信在這種路況比較糟糕的 像台灣有些路面 好 騎起來會非常的舒服 然後呢 前面15吋 後面14吋 也都算是一個大輪框啦 所以不僅只是台灣 我相信各個世界的各個國家 都會非常適合使用這台車 在義大利的那個磁磚路上面 對啊 我覺得是應該是蠻好 蠻舒服的 今年真的好想去義大利 好想去喔 那因為呢 疫情呢以及戰爭的影響 直接影響到車輛的生產 所以呢各位喔 這個ADV350呢 只有提供200台的配額 各位觀眾喔 我跟你講 說不定我們現在這一篇 你看到的時候 已經沒了 對已經沒了 真的有可能 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 你現在就趕快 立刻打去HONDA 對 不得現在禮拜天 那最後呢 它的顏色部分呢 有銀色以及消光灰兩個顏色 預計呢 在2022年的第三季會到港 快點 那你喜歡什麼顏色 我的話我要選消光灰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選銀色 我不喜歡跟人家撞色 好吧 我個人當然覺得銀色好看 對啊 是不是 就是很多人都覺得銀色不太好看 畢竟那個SADV它就是要銀色 銀色的感覺對不對 對 所以我就故意想要跟人家反其道而行 好啦我想接下來呢 本田應該會辦一些賞車的活動 也或者是試乘活動啦 到時候 我們再來跟大家好好介紹一下這台車 騎起來到底如何 以上呢就是我們本週聊新聞的內容啦 記得鎖定我們SUPERMOTO8的頻道 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訂閱沛沛的頻道 還有阿伯的頻道 他的頻道不用訂閱 沒關係 我這禮拜會 這禮拜 這禮拜 一禮拜 好啦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掰掰